日本國報及導演森田芳光曾拍攝多部經典電影 包括獅樂園 模仿飯等都為台灣一名耳熟能詳 高雄電影博物館策劃森田芳光電影回顧展 開幕式由遺霜三則盒子出席 後續演展也會擔任飲品人 其他監督與監督不同的地方 全都共通的是我一直做新的事 當時的時代比比較早的発想 我剛才申請說 人間有溫暖的視線 我覺得是否有關 森田芳光過世十三年 去年高雄電影館策劃回顧單元廣受好評 今年在精選十六部經典作品 讓台灣藝迷透過大螢幕 一窺森田芳光不同類型的電影 我們這次跟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合作 這些數位修復的電影 也是他從紐約巡迴過來的亞洲的第二站 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一個盛惠 也是台灣的影迷 如果大家聽過《思樂園》 甚至是模仿飯 這個作品他其實早期在八年代九年代 他是一個非常紅的導演 那我們也趁這個機會可以介紹給台灣的觀眾們 森田芳光導演的作品表達出 對社會的寫實和關懷 對於社會的批判 透過鏡頭語言詮釋的淋漓盡致 回顧展將從7月13到8月18週末 在內衛藝術中心和高雄電影館登場 帶觀眾一睹大師風采 連結新聞中指名高雄採訪報導